哈囉大家好 我是雲霸 來 我們今天來開箱一台神級的 大瓶速空氣清淨機 它採用5層塔式結構 標榜航太等級 CADR高達1000CMH 試用瓶速高達44頻 什麼概念呢? 就是如果你家有三房兩廳 含車位含公社 它通通可以幫你清乾淨 它就是Honeyware X1000 航太級超進化空氣清淨機 好 不囉嗦 我們就來開箱吧 Let's go Honeyware是有百年研發歷史 為航太科技工業控制系統的研發先驅 一直以來都專注做空氣清淨機 也是美國NASA指定層次太空艙 環境控制系統的品牌 好 我們先來看外型 Honeyware X1000 太空機 不愧是大瓶速的空氣清淨機 快遞送到我家的時候 我整個傻眼超級大一箱 真的非常大 Honeyware太空機的外觀採用灰色的布面 搭配圓潤圓角的家居質感 中間有加上金色線條點綴 中間的濾網則是金屬外殼 它雖然體積很大 但是我覺得擺在家裡也蠻協調的 不會像某些品牌那樣子 設計的很科技 但是卻又很搶眼 它的體積真的是非常大 尺寸大約是36x36x88公分 你看我坐在它旁邊 就知道體積非常驚人 在下面它有做了靜音的萬象滾輪 所以它在移動方面是蠻輕鬆的 不過在機身的兩側 並沒有做體靶 如果你是家裡住透天 想要跨樓層去搬動 就比較麻煩 因為它整機重量高達20公斤 它的出風口在上方 也同時結合了觸控操作面板 好 我們先來開機 你可以看到面板的周圍 就有直覺的燈效 去顯示當前的空氣狀態 藍色代表好 黃色代表略差 那紅色就是嚴重了 操作面板上面會顯示很多資訊 比如說PM2.5、TVOC、溫濕度等等 因為太空機上面搭載了 多參數偵測的科技系統 它可以偵測室內的PM2.5、TVOC、溫濕度 等數值 PM2.5大家應該很熟 但是TVOC是什麼呢 TVOC泛指揮發性的有機物 比如說家具、清潔劑、油漆、壁紙、香菸 這些都算 那當然其中也包含甲醛 再來是風量 有幾種模式 一般我都直接開Auto 讓它自動偵測 去自動調整風速 我都不用管它 它也有睡眠模式 會把風速降到最低 而且把狀態燈關閉 面板上面還可以操作UVC、紫外線、殺菌燈、定時排程這些功能 那這台X1000太空機也支援APP操作 而且在APP上面會做得更細緻 你會看到空氣的即時監控、PM2.5、TVOC這些數值 那你也可以透過APP直接遙控風速、調整模式等等 那在安卓跟蘋果都有支援 空氣經驗機這個產業非常成熟 它的結構其實很簡單 不外乎就是風扇馬達加濾網 馬達越強風力就越大 濾網越厚、皺褶越密 能過濾的就會越細緻 而且大家在選購的時候 有一個重點常常會被忽略 就是氣密 你機器用的好濾網 但是會漏風也沒有用 一樣過濾不乾淨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它是怎麼過濾的 這台太空機採用積木式的三層濾鏡艙 這邊有一個按鈕你把它壓下去 就可以把它拆解開來 你看它一共有三個空氣艙 加上底座以及上方的馬達一共五層 可以像積木一樣分層堆疊起來 那每一層都有超厚的360度桶型濾網 可以360度全方位吸入 接著我們來看濾網 它採用的是五重嚴密過濾系統 外層初階濾網 可以過濾比較大的毛髮灰塵 那接著是家用最高等級的 H43 Certified HIPAA濾網 這一層可以最高過濾到PM0.3 不是PM2.5是0.3 那第三層是椰殼加活性碳 那這一層可以吸附異味、甲醛、甲本 在網內就是太空機厲害的地方了 前面我們有提到TVO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這個東西就不是單純濾網可以處理的 像是一級致癌物甲醛 甲醛的分子太細 所以Honeyware採用的是自家專利技術 HiSafe這一層可以吸附過濾尼古丁 以及異味 還可以把甲醛分解成無害的水加二氧化碳 就不會讓你在更換濾網的時候 造成二次污染 那這三層的濾網 建議壽命是一年 原廠濾網是三個一組這樣賣 那最後是最裡面的第五重 就是在底部這邊 內建隱藏式的UVC 紫外線殺菌燈 它可以消滅七大有害病菌 像是A流啦 冠狀病毒啦 腸病毒之類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實戰 我們來實際運作一下 那我現在開自動模式 我們拿電子煙來噴一下 你看它整個素質噴下去之後就開始狂飆 狀態燈也會馬上變紅色 而且風速會立刻進入狂暴模式 風速會強力運轉 但是過不到一分鐘之後 它就恢復正常了 因為回到最低風速 它暴力模式的時候 會很快速的把整個室內恢復到乾淨 那安靜的時候又非常安靜 另外我覺得它去除異味的效果 真的是蠻強的 我兩個小孩現在都青春期 老婆每一天都會燉中藥 燉中藥的味道非常濃 整個房子都中藥味 但是我自從把太空機放到廚房口之後 那味道都沒了 真的是非常厲害 最後我想來講一下 空氣淨淨機其實是一個很成熟的家電 它不是電視、汽車這種 你會一直動手摸它的產品 它的本質就是擺在那邊 把空氣變乾淨 那不要吵 不要出問題 最好是開了就可以忘記它的存在 所以Honeywell X1000的太空機 整體設計非常低調 它用灰色的布面加上樹面的設計 淡化它在家裡面的存在感 而且它運作的時候真的是非常安靜 只有23分貝 安靜真的太重要了 像我現在年紀大比較淺綿 睡覺對聲音很敏感 那這一台擺在家裡的房間 就很安靜 鼻子也都很通順 不會半夜在那邊一直打奔地 那這一台X1000太空機 是能分解甲醛的大屏數高階機種 適合對空氣有高敏感的人 像是寵物氣味啦 家裡是新裝潢 然後有很多木座的環境 那家具膠合、油漆殘留的TVOC 會殘留十幾年 那它的最大適用範圍是44屏 適合辦公室開放空間 或者是挑高的樓中樓格局 那如果你是符合這些條件的朋友 那這一台你就可以參考一下 Honeyware X1000太空機 好 以上是今天的開箱分享 那這些心得就提供給你參考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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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